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低点目前来看的话就是100点 100点之后尾盘就这样给你拉了上来 也就是说现在行情掉下来之一 都会有买盘愿意往上拖往上推 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的开盘之后 往下洗盘再度往上走高一个格局 重点是我们在看一个盘的时候 你要看的是一个架构一个方向一个趋势 到底有没有改变 但是今天我有一点点的一些小的一些状况 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现阶段盘是有一点隐忧出现 当然一定是多方格局 只是在某些层面上面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们现在把这个盘 我们继续看下去 首先现在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上涨下降加速 很明显 上涨加速是下降加速两倍 所以基本上 今天盘绝对是一个偏多的一个格局 那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 钢铁族群又再度全面性的往上的大涨 这个地方就是受惠到拜登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法案 重建美好 钢铁、塑化、原物料 都会是盘面上的一个亮点族群 因为他会直接的受惠 再来就是光电的部分 包含像是面板族群 友达群创跟彩晶 表现也都不错 表现也都不错 都是多方的架构 那在航运的部分 那扬名的部分 长龙部分都还有出现 出现往上攻击的一个态势 这都是很明显的一个多方的架构 不过短线涨多 你要不要去追 我都建议大家短线涨多 真的不要用追价的方式去买 因为你用追价的方式去买 你会买的比较害怕 你会买的比较恐慌一些些 反倒你可以去留意一下相关的供应链 有没有还没有涨到 但基本面也非常不错 找得出业绩成绩单的 他就有机会展开落后补涨的 这样子一个格局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操作上面不要太过的去过度追价 我知道大盘现在是多方 但是你过度追价 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所以与其这样子 你不如好好的留意 什么基本面好的个股 还没有涨到天上去的个股 你去留意它 你去操作它 这样子做起来你会比较安全 你也会比较安心一些些 还有像橡胶的部分 其他基本上就是 零星的肋骨做轮番上升的表现 反倒是今天的半导体跟电子部分 没有想象中这么来的强劲 当然这地方就是什么 全止股的部分 所以指数方面今天也没有大涨到哪里去 就是因为我们的台积电 毕竟没有大涨 台积电其实也是台股的一个隐忧 大家知道吗 好我们等一下一个个慢慢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影片可能内容也会比较长一点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影片看完 因为我要带大家认识的是 怎么去思考一个盘面 怎么去思考一个架构 你这样子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我认为比较重要 好 那当然短线涨多了 像玻璃陶瓷的类鼓 造子类鼓 一样是传产的部分 不过短线涨多震荡一下难免了 那格局架构没有改变 基本上就是往上看 那这个大盘指数部分 我说过嘛 已经突破前面的16579 就不能再回来了 今天再度开一个小高 往上冲 创下收盘价新高 那基本上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把基础指标打出来看 你会发现 右上角 所以KD指标已经高档顿化了 重点是什么 来我们再把KD指标换成什么 换成MACD指标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MACD指标 它是由快慢线跟柱状体组成 你有没有发现 台股一波比一波更高 可是这个快慢线一波比一波更低 来我画一下 它一波比一波更低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西叫背离 这个东西叫背离 所以 涨上去创新高之后 这里真的会是强大的大买点吗 我是打个大问号 为什么 这个问号 我希望大家也都要留在心中 因为接下来的盘式格局 只会震荡的更剧烈 而且上档的空间 小鹿认为是相对有限的 为什么 我一步一步带大家来拆解这件事情 我们先把整个技术面看完 我们带到筹码再跟大家来分析 为什么我认为 上档的空间可能会受限 好继续往下看 基本上指数在右上角 右上角你绝对不要去放空 它绝对是一个多方格局 你还是一样去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就可以了 但是拉回站在买方 操作上面比较过度追价 是我认为现阶段你想要安全操作 比较安全的方法 毕竟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投资到 比较有基本面 有涨价题材 有法兰之音在触涌的个股 你操作起来会比较安心 你也比较容易有获利的机会 OK 这是盘的观点 就是往右上角看 继续往上看 好 来看贵买的部分 贵买的结束今天也是一样 开盘之后快速往下杀 快杀回平盘 又再拉了上来 涨了0.8个百分点 今天成交是暴大量来到1074亿 所以今天中小型的股票 基本上是活蹦乱跳 涨跌加速看就知道了 差了200加 所以今天基本上 中小型的股票是活蹦乱跳的 基本上遍布的族群是非常多 电子的通路 光电 还有像是在电子 电脑周边等等 相关的零组件 特股 今天都有不错的表现的空间 指数在右上角 对不对 右上角洗来洗去洗来 你有没有发现 一路往上垫高 一路往上垫高 今天又暴大量 暴大量代表什么 今天的低点能不能破 今天低点当然不能破 因为今天的低点只要跌破 就会干嘛 就会加深洗盘的机会 因为最大量的地方被跌破 一定要洗盘 一定会洗盘 所以今天低点就是 短线的防守位置 如果你发现 小鹿OTC怎么跌破今天的低点了 那短线上可能 你短线超度的投资品 你就可能可以退场一下 因为可能要震荡了 因为这一根买的量 全部被套的话 那短线一定震荡 短线一定震荡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观察今天低点 不破 你继续往上看 因为趋势目前来看 还是一个多方的架构为主 那为什么小鹿 会跟大家保持一个 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注意的数据 我们先把一些常态数据看一看 外资今天买了64.6亿 现货买超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期货做什么 期货今天竟然又回来加仓了 加仓了大概3000口 来到22867口 你不觉得很奇怪 外资不是认输了吗 不是行情往上嘎 他不是认输了吗 怎么今天又回来加仓 各位 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外资为什么又在犯空了 虽然外资在前面这一段 他的空单是被扒的钥匙 他这段空单应该是大赔的 但是 为什么他现在还愿意进场加空 有几个因素是支持他加空的 好 我们就讲一下看 投信连续两天卖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投信连两卖 投信之前买了一头拉克 对不对 冯高他也在做一些调节了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想法 来到高档之际 投信再退了 法人的期货 外资期货这架空单 再来什么 融资 你有没有发现 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融资是台股的一个未报 因为融资短向增加那么多 筹码这么凌乱的台股 他的上涨空间真的有很大吗 我是打一个大问号 尤其是农历年后以来 我不认为指数 还有机会再往上推多高 我认为是有 空间是会受限的 所以指数方面 我认为空间越来越小 我认为越来越小 再搭配什么 再搭配 各位有看到融券吗 这是融券 融券昨天补了13万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一天补了13万张 你扣除掉 因为股东会要这个 除全息的关系 导致他被强制回补 你把这些张数扣掉的话 昨天还是增加非常大量的 不好意思 昨天还是减码了非常大量的融券 代表什么 来 我们再把这个图放长一点来看 各位 我们关注在融资跟融券 这两个栏位 OK 这有点太小 大家看不太清楚 好 各位可以看到融资这个栏位当中 橘色线 我的话所谓的橘色线 代表的是融资的余额 就全市场目前融资的量 融资持续往上攀升 好 再看融券 融券持续往下下降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融券代表是放空的力道 融资代表是散户的力道 所以这一段代表的是 尤其是昨天 砍了13万张 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看空的人 昨天认输了一大半 再一次 看空的人 昨天认输了一大半 代表什么 各位 那代表着大家 是不是都要全面性的转多了 好 那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全市场都在做多 如果全市场都在做多 你觉得这盘可以走到哪里 思考 股票市场是零和市场 全部人都往上做多的时候 没有人在放空 这个盘根本走不了多久 准备要崩盘 就会这样子 就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知道指数目前是多方 是肯定的 肯定是多方格局 但很奇怪的点是什么 融资增加太多 融券大幅度的放弃 大幅度的认输 那代表什么 愿意放空的人变少了 代表什么 代表空方力道减轻了 代表大家开始全面性的转多 那这个盘 就是一个危险的盘 筹码非常非常凌乱 再带到一档个股 2330的台积电 各位台积电 大家不是都说它超级无敌好吗 没有错 我也认同它的业绩真的很好 你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没有理由不买台积电 这是真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奇怪 为什么好像都涨不上去 不是这么好吗 各位可以看融资跟融券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 融资的趋势是往上涨的 融券的趋势是往下掉的 那为什么 因为散户不是人手一张台积电吗 人手一 不要说一张 人手一股以上 一股以上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的股东人数是100万人 几乎人手都是有台积电的 所以筹码这么凌乱 筹码几乎都在散户的手上的状况之下 这个台积电要怎么涨 所以你看这一波外资 不是卖一堆台积电吗 谁在接 各位对照观看 都是融资在接 都散户在接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报告的是 这个盘台燕怎么会公布上去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台积电明明是台湾 基本面非常优异的好公司 怎么公布上去 怎么公布上去 再搭配昨天一大堆的融券的空单 去做一个认输的动作 我就会觉得这个盘 真的很凌乱的筹码 会影响到后续的盘势 所以我想要跟所有的同事们 的分享一个概念就是 限量的大款绝对是多方 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或许上方的空间 会越来越有限 所以这时候 所以这时候 你千万不要做太多部位的布局 你反而应该要逢高 去做获利调节 并且什么 去做灵活性的操作 灵活性操作 并且资金的比重不要放太多 不要在这个地方 放个八成资金九成资金 或许还有一点喷出蛋的机会 让大家去一个赚钱的机会 但是我倒是认为 那个地方风险 就会相对来说 比较大一些些 所以我才会近期来讲 我没有很积极的去 大埋很多新股票 买一大堆 没有 因为我知道现在盘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就如同我刚才讲到的 不认是在这个 融资持续增加 外资持续加空 融券大部份回补 等等相关的资讯 都是不利于未来的台北股市的发展 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觉得这地方盘有一点点怪怪的 有一点怪怪的 但因为筹码部分有点溃散 有点松动 有点松动 所以这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当然不代表他马上就崩盘了 各位不会了 不会马上就崩盘了 但如果你真的要说 什么样的契机 可以引发台股拉回的话 我认为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美国要加企业税 从21%加到28% 这会影响到谁 红海 红海 红海的毛利率几% 大家知道吗 7% 你的公司的企业税 从21%升到28% 那7%的毛利率 不就全部被吃掉了吗 那红海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隐忧 这就是一个隐忧 所以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行情目前还在多头 审慎乐观 但不照进 千万不要照进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隐藏的未爆弹 隐藏的未爆弹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观念 就到这个地方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 我们赶快来看 因为今天问齿骨问题的人也是非常多 赶快来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原金 对不对 小鹿在涨的时候跟大家报告 跌下来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 他就多方格局 各位他就多方格局 所以最近掉下来 我是不是还跟大家讲 他没有挂点 因为特定主力根本没走 所以今天不就喷上来了吗 涨了7.5个百分点 再创收盘价新高 今天收在48块 外资买了1555张 头信买了300张 这筹码又全部回来了 又回来了 所以基本上这就去往上看 绿能的主题 基本上就是往上看了 绿能是一个长线题材 尤其是在美国政府 台湾政府 甚至欧洲政府 全部都在亲历于制造绿能的部分 原金他的题材非常的多 而且他目前也要挑战成为台湾第一大的电池模组厂 要干掉谁 干掉这个了 联合再生 对不对 他最近不是也扩厂了 在新竹湖扩 是不是一个7亿的厂 4月产能就开出来了 所以4月份的营收就贡献出来了 所以原金 当然就往上看 我们一张都没有出 我们一张都没有出 我们就去往上看就可以了 那当然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在我们的标题报告到 自行车概念股 对不对 今天涨了 涨3个百分点 他昨天营收不是公布了吗 那个营收数字 我相信我们的金领学员 应该不会太过意外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 他营收一定很好 他业绩绝对很好的 找出来历史新高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基本上 一样我们就继续看待这些手中的持股 还有一档个股在第一档盘来盘去 那也在我们城门区附近晃了 所以洗洗镇镇镇 那我倒是认为各位学员可以看一下我说的那档个股 你看外层今天在做什么 那档个股很优质 我认为他今年不可能是这种价格 不可能是这种价格 所以我们继续往上看就可以了 而且机器又超级低的 不用太过担心 就在我们成本区附近晃而已 所以目前手中持股就是三档 那未来会不会再积极性的加仓 我认为不会 但是我们会找寻什么 相对低低期经过整理过后 有产业题材 有基本面 有获利数字能力的个股来去做卡位 有基本面 作为一个强大保护伞 操作起来绝对比较安心 这是我的观念 那欢迎大家认同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联络小鹿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小编 咨询加入我们精选群组的服务 跟着我的学员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努力 好那我们赶快回答一下 大家一些持股上的问题 我今天问题很多 很多 那赶快来帮大家回答 我们盘中的学员 今天也问了不少的一个问题 那我一样在这边再帮大家再乱过一次 好有学员问到 像是348亿的群创 群创今年法人说过嘛 就是赚4块6到5块 合理股价就是22到24 那大概也都在今天这个位置 不过外资今天出现大幅度回补 看这个态势应该是要上调目标价 不然他是这边买 没有意思 他这里有卖了 他这里有卖 因为来到他目标价附近了 他开始卖 不过今天回来买代表又要调目标价 应该就是调目标价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继续往上看 这种个股就是这样 他一路往上推 对不对 今天报大量吧 今天成交上60万张 你防守今天低点 今天低点不破 你继续往上看 我记得面板Q2还会再涨价20% 我还涨到20% 所以应该才有机会 但是法人还要赶快去出报告才行 目标价才能往上看 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你想做琢磨 这安全的 2603的长龙 长龙的部分 当然这地方多投格局 我说过 那这地方防守这个颈线位置 突破之后不要再回来了 就有机会继续往上看 外资投信筹码非常非常的稳 尤其投信不离不弃 今年法人基本上估长龙 有估到六字头的 有七字头的 六字头七字头的 那基本上有没有机会到 我认为是有的 因为目前运价就持续在涨 运价持续在涨 长龙绝对受惠 所以基本上法人说明会也说 今年业绩真的很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你就继续往上看 防守颈线位置就可以了 6472的宝瑞 生计股 这两个25基本上 为什么今天开高都会往下刷下来 因为来到前高 各位 有时候你要尊重一下技术面 来到前高 让这些套在这里的人解套一下 那拉下来 外资今天卖了232张 算是小麦 那这两个5怎么去做看待 今天成交了2300多张 那防守最近红K棒第一点 这两个5其实业绩不错 因为他最近有併一间加拿大的药厂 所以导致他的月营收 非常的强劲 EPS也来到 我觉得一个股本 对吧 对10.76 所以基本上 互利能力数字是缴了出来的生计股 那基本上就防守最近的红K棒 第一点 不破即可 技术面目前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1409的新鲜 新鲜基本上 各位他很特别 他纺织对不对 他纺织本业绩 今年的业绩是有不错的成长 重点是什么 他还切入了MIH 就是鸿海电动车的平台 他是唯一进入MIH的纺织厂商 他这个是电动枪的 电动枪的充电枪的供应链 那他去年赚多少钱 去年赚1.79 1.79 各位现在18.15 本益比才10倍 发1.1 我发1.1 这样殖利率看起来就不低 看起来不低 再加上他今年又切入红海 那 这一天的低点 4月6号 这个红K的低点直达不破 你继续往上看 他今年业绩也很好 今年业绩也有股息的配发 所以基本上殖利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安全的标的物 非常安全的标的物 那重点是主力 有个特定的主力分野券商 买在前波低点的 他最近在加码 应该可以往上看 应该可以往上看 好 3025 新通 新通就是5G网通 网通就防守这边 最近的红K低点 3月19号的红K低点 这里是颈线位置 我前面这里的M头的颈线位置 这里只要拉回不破 这里就有机会走一个区间震荡盘 有机会走区间震荡盘 基本上他三绿不错 去年赚1块1 也创下近14年以来的新高 其实业绩是真的有在成长 展望在今年 因为5G 还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要的 核心的发展的项目 所以我倒是认为 这两个股 基本上是有机会 至少走一个区间震荡盘的格局的 所以你未来 区间震荡操作就可以了 外资金也是买超了437张 所以区间震荡看待 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 6213的 连茂 这两个股 当然这是 可能就是我们学员的权益 我在 因为学员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蛮有意思的 他问说 小鹿 为什么6213的 连茂 最近投信一直在卖 可是股价不为所动 是因为有什么缘故吗 在这边可以透露给大家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股价能够不跌 股价不跌的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有人愿意买 买的力道大于卖的力道 他就不会跌 只是你可能看不出是谁在买而已 因为你要看主力分点券上 你要一个个去查 基本上这场各个股 CCL的面板 这个同胞基板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虚间增长盘 台药也是 连茂也是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各个股 就是有人要买 有人要撑 所以他就是撑在这 他就撑在这 ok 这个问题其实 我在盘中已经回答我们建许学员 我就直接跳过了 4238的合索 合索掉 那个iPhone 12 mini的单子 对 有可能被打出 PS5的供应链 所以股价最近才被外资卖成这样子 不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股价不破底 这你要去思考 为什么不破底 已经卖成但还不破底 代表什么 有人愿意进场接拉 确实有 今年发4.5的股利 法人估计的赚6块 6块来讲本益比12倍 其实也不会说太高 所以这地方 我倒是有机会做一个主体的动作 有机会做主体的动作 所以未来 来到120日WMA 网上如果有吉拉来到了小路 帮你标注的蓝色区间 你可能可以稍微退场一下 因为上面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压力非常的大 但下方来讲 又有前提的支撑 所以我倒是认为这就是上面有压力 上面有支撑 来回走区间操作即可 1533的车王店 有没有机会涨上去 这两天看的有大户在吃货 有的 因为昨天来讲的话 有个大户在买 有大户在买 目前平台下园也打出来了 今天暂回所有WMA之上 外资间买了542张 这随时也就会往上攻 我随时也就往上攻 他业绩有在成长 所以应该洗一洗 我认为是有机会去挑战前高的 这里应该是有机会来做挑战 基本上 如果你是在这里做布局的话 来到前高附近 你出一半剩下往上看 我的观点给你做参考 想请教台本吗 1310的台本 塑化的部分都在涨价 不论是EBA ABS PS 基本上塑化的产品都在涨价 这两个外资的筹码也非常的稳 你看外资买成这样不离不弃 外资主力大户 基本上往上看 防守大量成效区间不破 未来有机会过高 我过高建议先出一半剩下 继续往上续报即可 塑化的部分就是景气循环股 那也是目前报价持续上扬的产业 所以就继续往上看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问一下经济 经济今天赚8块 10英元间的基优股 赚8块钱 外资投信今天做了一下调节 不过我稍微要帮你看了一下 这一段买最多的关键主力 没有跑 所以你未来防守大量成效区间 我倒是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只是 短线的外资投信在做一些调节 也不过趋势没改变 目前还不是多方趋势吗 再搭配什么 再搭配今年赚8块钱 现在的本益比12倍而已 12倍我认为很便宜 很便宜 这地方洗洗震源证趋势往上单 应该有机会来到钱高 来到钱高 附近建议先出一半 剩下继续往上看即可 这两个也是超级无敌安全的 10英元件基优声 续报即可 好 赶快来回答 我们一般选的问题 今天时间也是拖好长 今天问题好多 1409的新鲜 这我刚才回答过我不讲了 暗示华邦 华邦区间正当盘 对不对 今天外资买13000多张 结果股价没涨 那区间正当 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公布上去 因为这里有前破的压力 来到这里 这里套的人会想出 这里套的人会想出 所以股价自然就被压回 但是如果再度压回均线位置处 我倒是认为这个地方 你反而留意一下是买点 是买点 因为no flash的部分 就是华邦店跟旺猴 no flash今年的第二季 继续涨价 涨两层 涨两层 确定的 所以基本上 拉回来 你可以再做布局卡位动作 当他再次挑战上去的时候 你出一半 看能不能机会挑战前高 拉回找买点 华邦安全的 OK 4976加零 成本111块 111 111 有点小高 这两个股基本上 上面套牢卖压 是蛮沉重的 因为上面 非常非常多的压力 下方这里来看的话 支撑位 你可能可以抓一下 最近的一个 红K棒的跳空位置 这里 这地方有个缺口 这缺口基本上 是 发起攻击的阻力 它的一个平均成本区 你就防守这地方 这地方 如果没有跌破的状态 我认为就是载幅的区间操作 上面吉拉你就卖一下 掉下来到区间 下远你买一下 来回做区间操作即可 111 有机会 111有机会解套 114有机会解套 加零就是切入车用的 特斯拉供应链 它是镜头的 镜头的 这安全的 今年你业绩我听说不错 我听说不错 所以外资也没有大撤退 外资还是小买 因为今年业绩有听说不错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3078乔薇 乔薇超好 乔薇这两个我一直都有在看 今年赚多少钱 乔薇今年赚7块 下62块 本益比不到10倍 只是前面洗了一点 外资今天小卖 主力今天小买 基本上这两个我已经回补缺口了 回补缺口 回补缺口要干嘛 回补缺口 再来就要创新高 再来就要创新高 这两个我给的建议很简单 过高出一半剩下虚报 这继续往上看 这安全的 空守者要不要积极介入 我认为空守者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这个地方能不能守稳 这个地方能不能守稳 这个平台区间只要能够成功守 因为这里一堆均线 这里只要成功守稳 量数拉回来到这附近可以买 可以买 往上推应该是有觉得过高 这样各不今年赚7块钱 赚7块钱 这个股价不合理 应该是我觉得往上攻的 好不好 好 4958增定 119块 119块 也在附近而已 只是外资最近大卖 这两个股很喜 超级无敌喜 不知道大家有我们这种想法 这真超喜的 这两个股就是区间震荡盘 来到区间下缘 你不用悲观 买一下 区间上缘 你卖一下 来回做区间操作即可 保存 保存最近不就是那个吗 底部打出来了 这很很温吞啊 不够安全的啦 安全的啊 这颈线在这啊 这颈线很强耶 打完这蛮漂亮的啊 其实蛮漂亮的 OK 你外来防守这颈线位置 筹码其实还蛮稳健的 习习正言证 你防守这区间没有破 继续继续往上看 这技术面是多方 3694海滑 哇海滑我就不见 这很个股 有点一点一点走空的味道 目前就在盘吧 哇 顶座在盘吧 盘整的话 我的建议站够就是 上有压下有撑 来回区间操作即可 今天来讲的话 来到区间下缘有出现抵抗力道 外资有做回满 来到区间上缘 我先你卖一下 站够我就区间震荡 他有一定的豁力能力啊 但就是区间座 区间座 2457飞虹今天涨停板嘛 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很明显的转机股 转机股 因为他如果你看他的EPS 你会吓死 他去年第四季只赚0.06块 0.06块38.9的股价不合理啊 当然 因为他是什么 转机的 他切入电动车的充电桩 这场给我怎么看 今天成交18000多张 这种短线的操作 就是防守今天 当天的第一点 当天红K的爆量红K的第一点 第一点不破 继续往上看 第一点砸破 短线应该就会整理一下 短线应该就整理一下 会建议先做一个短线出脱的动作 未来就防守这地方 继续往上看 他很强 非常非常强 不过就是转机了一点 我转机了一点 目前的实际破例数字会吓死 我真的会吓死 好 那171年冬年成本20 还能够续放吗 20喔 20 20 20可以啦 可以啦 硕化嘛 只是他算硕化里面真的不强的 必须老实说 硕化里面他真的算不强的 因为其他硕化都长这样 这台剧啊 还有什么 1308 亚剧啊 台达化 有没有 还有像是 价值连城吧 对啊 连城也是多方啊 东连真的是比较弱 说实在话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吧 对吧 那怎么看待 目前这里来到一堆均线纠结位置 也是前波支撑平台 你手稳这个地方 这个平台只要没有收盘加跌破 应该有机会走一个区间震荡盘 来到区间上缘建议卖一下 来到区间下缘建议买一下 来回做区间操作 1313的连城 对才刚讲完连城 连城多头 非常好 继续往上攻嘛 因为说话的报价在涨 这地方防守好 你继续往上看 虽然外资今天做了一个大卖的动作 不过有卖盘 愿意把它洗上来 所以我倒是建议这个地方 防守这个平台区间 没有跌回来 没有跌破的话 继续往上沿着均线 往上看就可以了 连城是oksafe的股票 6414的化汉 化汉工业电脑族群 他很可惜 其实他今年业绩不错 今年业绩会有双位数的成长 不过股价就在这地方盘 因为市场上资金短信上不在这 他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就来回区间操作 来回区间操作就可以了 他是鸿海的股票 鸿海工业电脑的股票 基本上他有切入MIH 他是鸿海电动车的联盟之一 做的是电动车的系统 所以基本上我倒认为 这两个我其实在这地方 价格是蛮委屈的 我真的是蛮委屈的 所以我倒是认为 战够你也不用太过悲观 他有获利能力 所以是安全不会挂点的 来回区间操作就可以了 4739的康普 康普多头 而且他有个阻力在顾 我有没有讲过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问过我康普 康普有个阻力在顾 那个阻力买很多 买很多 这不会挂点 各位这不会挂点 这形态打得很漂亮 那目前均线 警线不是守得稳稳的吗 有继续往上看 继续往上看 这个安全的 大咖也没走 这大咖也没走 OK可以继续往上看 2308的台达电 很多人在看台达电 在看什么 他的电动车题材 因为今年其实 以台达电来讲 获利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外资最近来讲小度调节 不过前面有买 投信有买 主力有买 大户有买 基本上防守这个平台区间 目前所有均线已经被洗到上弯了 所以行情继续往上攻击的机会是存在的 那我建议这两个股 应该是有强大的基本面称支撑的 后盾的状况之下 有机会往上推 应该有机会来挑战前波 高点附近的位置 这两个股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建议这地方 其实是买一点 它不是卖一点 后续往上看就可以了 是安全的 6756的威风电子 威风三月营收公布了没 我没有看 小路稍微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帮大家看一下 他三月营收公布了 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威风二月份的营收是三位数成长 我记得他三月应该也会是三位数 因为他今年业绩很好 我看一下 有 72% 没有三位数 不过也不错 72%年帧率 那基本上投信一直在买 今年业绩很好 今年业绩会很好 那突破平台支撑之后 现在拉回来 各位 拉回来 如果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思考一下 来到这个箱形的下缘 箱形的上缘 就是这个颈线的压力的位置 亮缩来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留意一下 这地方可以试担一下 战哥我今年我记得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价格很高 法人看的价格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应该觉得往上看 好不好安全的 你防守这个 箱形的颈线位置就可以了 见准我记得没涨而已啊 没涨而已啊 对啊 散热风扇来讲 他算是不错的股票 业绩也不差哦 不过就在平台混 外资最近也没有在买他 都在那卖方 主力 大户 基本上就是盘整 没有什么趋势方向 不过 以他业绩来讲 后续应该就往上拉 但现行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这样的状况 我建议就防守这个平台 你就继续耐心等待 因为短线上市场上资金不在这边 可能就会继续洗盘为主 4933有灰哦 面板的啊 面板的啊 所以今天才会跟着面板一起往上涨啊 这两个股 已经来到前高这里 而且是创下收盘价新高 这个ok safe的 有业绩的啦 防守这个平台的位置 不破 就会过高 这里砸不破就会过高了 所以你防守这边就可以了 放在这边就可以了 这安全的标的物很不错 1802台波玻璃在涨价 不过昨天大涨 掌停板之后进行开高走低刷下来哦 短线课一定会先走啦 过高之后短线课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为什么过高出一半 因为过高短线课一定会走 一定会走 所以这里洗一下 我都认为还好 你防守昨天红K棒的低点 昨天掌停那个红K棒的低点 直到不破 应该有继续涨 中国大陆的玻璃的报价 持续往上扬哦 1612红K 哎呀 这个铜线哦 这个有没有涨 哎 这有哎 大雅竟然有涨哦 大雅比较强啊 他有切入到那个绿能的部分了 所以今天来比较强 今天来讲比较强 那同样是电器电缆族群的 像是红K就没有那么强哦 应该算也蛮强的啦 只是他今天没有拉而已 那整体来说趋势还是向上看呢 那我的建议就是未来防守大量 成交区间不破即可继续往上看 所有的均线都往上弯哦 这安全的 安全的股票 没有问题 3038拳台 多头啦 这多头 只是这样各国的股性好像比较温吞一点哦 可能要点耐心 你防守这个平台 那外资投进其实都在做些零星的卡位 主力也有 大户也有 基本上防守好这个区间 技术面是多方 他目前也交出一定的获利成绩单 你就继续往上续报即可 2417的圆钢 远距交学的概念股 对不对 去年业绩一定很好 这大家都知道嘛 去年业绩就标这一段 去年业绩很好 那目前看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了 依然是在这个地方盘底 正在挑战往上攻坚的一个过程 未来防守这个平台的底 这平台底部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目前均线已经慢慢开始要洗为上弯了 应该是有机会的 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业绩很不错 那在目前来看的话 远距交学可能会改变人类生活 甚至已经改变人类生活的状况之下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压力 但是在这样的 我刚刚讲的前提之下 应该有就是上弓 所以我倒是认为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至少可以做一个区间操作 但是请你区间偏多操作 也就是来到区间上缘 你不要放空 区间下缘你接一下 来回区间操作即可 3605的红智 红智多头请你防守 这个大量成交区间继续往上看 它很安全 外资不是也连三买了吗 业绩也夹得出来 非常安全的标的物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内容 就跟各位投资者服务到这个地方 那还是邀请大家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 想要跟上我们一起布局下一波 精选股的投资版本 需要有人来帮助你的投资票本 联络小路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的小编咨询 加入我们精选群入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影片内容就到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